每日铃铛我要听 每日铃铛每天听 神的话遇在我心 要存记在我心 要存记在我心 Amen 我们今天要看 《铁撒罗尼家前书》的第一章跟第二章 我挑选的是《铁撒罗尼家前书》的第一章的第六节 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 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 领受真道 就效法了我们 也效法了主 我想有几个 我今天挑选的这一节 可能在整篇里面 其实并不是一个最主要的经节 但是我还是觉得有一个 有一个词抓住了我 在患难之中 却有喜乐 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 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 哇 真的不容易 如果你在大难 在一个大灾难 一个逼迫里面 一个患难里面 你会有喜乐吗 你会不会有喜乐呢 而且是 真的是 哇 我在看这一章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被这个抓住了 在大难之中 却有喜乐 这真的是一个生命 家人们 如果你没有平常 没有去操练 你在大难之中 你会生出什么 苦毒 埋怨 疾病 甚至于呢 可能有很多负面的思想 可是铁撒罗尼迦 他们在大难之中 却是什么 喜乐的 却是喜乐的 好 那 我也想到他们第三节 讲到 他说他们 铁撒罗尼迦 他说保罗说 他们在 保罗他们说到 铁撒罗尼迦 他们怎么样 第三节 说 因信心所做的功夫 因爱心所做的劳苦 所受的劳苦 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 所存的忍耐 所以真的不容易 家人们 我真的要鼓励你去思想 你在大难之中 你有没有这个圣灵 所持的喜乐 同样的 因着神的道 因着神的道 他接着讲到怎么样 领受了这道 领受了真道 原文里面 他说没有这个真 就是领受道 那 也就是他们 真实的明白 这个福音的道理 救恩的道理 效法了我们 也效法了主 这有个蛮特别的想法 他们是先效法谁 人 先效法使徒 再效法主耶稣 所以你知道我们 我们真的就是 耶稣基督的代言人 我们 人家 从我们身上 看到了主 所以呢 他们先从我们 学习了 先看到我们 跟着我们学习了 所以 家人们 你的生命 有没有 让人 羡慕的 人家 因着你 就看到了主 人家看到你 就觉得这个信仰 好特别 我好想认识神 渴望 真的在你的生命当中 我们一起来学习 好 我们一起来学习 好 叫人家 看到了我们 也看到了主 愿神祝福你 阿们 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喜欢的话 可以帮我们分享 愿神祝福你 拜拜